你有涉及到这个部分违法的问题吗 完全没有 经济部长郭志辉被寻台上 强调自己财产申报绝无不法 财产再度成为焦点 正是因为监察院财产申报出炉了 光是存款申报 郭志辉就拥有一亿八百三十六万元 加上有加证券 债权 事业投资及股票等 身家突破三亿元 即便郭志辉一再重申 自己转让股票到儿子名下公司合法合规 但在野党依旧不放过 二十六号中午当卓奎正在宴请台湾英雄 全国民众也准备迎接英雄大游行时 国民党就在程序委员会以人数优势 通过成立郭志辉调查委员会 如果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监察院来查 我们如果都是诚实报告的人 应该是没有压力 但是这个查应该不是 诚实的申报不会有压力 但是查本身会不会对你产生压力 对心情不会很好 坦言心情不美丽 但不止郭志辉 郑力军跟先生申报也备受关注 因为两人存款债权 事业投资再加上股票 财产突破十二亿 而大多数资产都是在身为 科技业老板的先生名下 郭志辉或是郑力军的先生 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 累积一定的财富 这一点都不奇怪 郭志辉也都依法申报了 就问国民党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 难道就像傅昆奇所说的 要让民进党找不到人来当部长吗 隔月入隔前或是家庭成员 透过经商累积财富都被拿 放大请检视 参选黄正杰出称台北采访报道